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就医之事 究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一个橘子相当于五味药 秋天来几个 比吃营养品靠谱的多 下面老安就跟大家说说 吃橘子有哪些好处 第一 吃橘子可以降低胆固醇 保护心血管 研究证实 橘子可以降低沉积在动脉血管中的胆固醇 有助于缓解动脉周样硬化 第二 吃橘子可以开胃醒脑 橘子有助于开胃消食 可以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 维持肠道健康 同时 它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 第三 吃橘子还可以美容养颜 如果您每天吃三个橘子的话 就能够满足您一天的VC需求 有效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能使皮肤变得更加水嫩 不过要注意的是橘子一次不能吃太多 过量的摄入维生素C容易引起泌尿性结石 而且对口腔和牙齿也有一定的损害 那么一天吃几个为好呢 三个就可以了 吃完橘子以后千万不要把橘子皮给扔了 因为橘子皮的药用效果特别好 如果您遇到以下的病症 可以用橘子皮来试一试 如果严重的话 还是要到医院及时的就医 首先 便秘 把橘子皮洗干净 切成细丝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和蜂蜜 煮肺冷却以后 每次服用一个勺子的分量 每天服用三次就可以治疗便秘 第二 咳嗽 将橘子皮切碎以后用开水冲泡 再放入少量的红糖和姜末 趁热的服用 能够有效的止咳化碳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